大家好,我是何姆润芳的刘逸 土豆鲜粉条别总是算火锅吃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做法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那就是土豆韭菜炒鲜粉条 在我们店基本上桌桌必点 鲜香抠坦,开胃下饭,老少皆宜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节地气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个小土豆 把表面的泥沙一定要清洗干净 再削掉外皮不要 这样就不会因为削土豆的时候 泥沙粘在表面 再次清洗的时候很不好清洗 放入土豆主要是丰富口感 再准备胡萝卜一根 削去外皮 把尾巴也切掉不要 放入胡萝卜主要是搭配颜色和均衡营养 也不需要太多 有这么一节就够了 把削好的胡萝卜和土豆放入水中 慢慢的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准备一些刚从地里搁回来的韭菜 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 把这些黄叶子和不好的一定得掐掉不要 要不然吃着会影响口感 然后放入清水中 最好是清洗两遍 特别是韭菜的根部 最容易残留泥沙 没有韭菜的用小葱段也可以 清洗至水不再昏浊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准备两个一公一抹的鸡蛋 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切土豆丝 有很多朋友总是切不好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先在土豆的一面切上几片 目的是让土豆有个平面 在切的时候就不会打滚 然后扣过来平面朝下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到最后不好切的 用这样的平刀法 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接着把切好的土豆片 像这样铺平 这样在切的时候 就不会伤到手 然后顶刀切成粗粗的细丝 这一步嫌麻烦的 也可以用擦湿器 直接擦成细丝 全部切好后 装入盆中 倒入清水 先浸泡上 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切胡萝卜 也是同样的切法 在一面先切上两片 然后再扣过来切成薄片 最后切成均匀的细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控干水分的韭菜 也是改刀切成段 接下来切土豆粉 做一份菜的量 大概有这么三小包 也就是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从中间切成两半 然后用手把没有散开的抖散 这样在组织的时候 受热均匀成熟块 接着来准备小料 大蒜一颗和少许的生姜 先拍破 然后剁碎 稍微要剁细一点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能够很好的出香味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鸡蛋 用左手打入盆中 再用筷子慢慢地搅拌均匀 搅拌至鸡蛋冒泡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烧水 开始烹饪 水开后 先倒入土豆丝汆烫 通过汆烫的土豆丝 在炒制的时候 受热均匀成熟块 而且还不会粘锅 开锅后 煮至30秒钟左右 再倒入胡萝卜丝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减少营养的流失 而且可以使煮出的土豆粉 不易粘连 然后把土豆粉倒入锅中 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煮至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开锅后 大概30秒钟就可以了 然后用漏勺烙出控干水分 接着拎起锅 把锅烧干 放入一勺的植物油 先把锅润透 润透后 盛出热油 再放入少许的凉油 这样再来炒制的时候 这些食材就不会粘锅 油热后倒入鸡蛋液 先静置两三秒钟 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 把鸡蛋液炒至定型 全部定型后 再划成大小均匀的块 稍微要炒老一点 炒至两面稍微焦黄 这样吃着味道才会更香一些 腥味小 然后盛出来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油热后 放入少许的干辣椒和红花椒 先呛出香味 再下入姜蒜米 扁炒出香味 一定要翻炒至辣椒锅 成枣红色 姜蒜微黄 这样味道才会更香 接着倒入控干水分的食材翻炒 炒干表面多余的水分 再从锅边烹入10克的蒸鱼此油提味提鲜 继续翻炒几下 再放入5-6克的蚝油增加鲜味 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翻炒几下炒出酱香味 接下来调味非常的简单 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熟的胡椒粉增香提味 一点点的白糖 胡味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清水 这样能够将调料 很好的稀释化开 稍微翻炒几下 最后再倒入韭菜段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小赵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保持大火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葱油 增加香味和鲜亮的颜色 稍微翻炒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哇 这颜色看着就很有食欲 鲜粉条这样炒出来 保证比干粉条还要好吃 而且经济实惠 几块钱就能炒上这么一大盘 好吃又下饭 这样一道鲜香味美的韭菜炒土豆粉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